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停一下 先停一下 手扶着 先休息一下 走这一小段就那么喘了 只要走在路上看到有坐轮椅的人 我就一直去想象那个画面 那做的是我的孩子 不断地去强化自己的心理 去接受这个未来会改变的事实 他很想喝水 可是他嘴巴没办法吞 顶多束束口而已 很辛苦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 爸爸帮你擦汗 随着孩子需要轮椅在这个屋子里面转动 所以我们就需要做无障碍的设施 轮椅进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 那个空间走到要能够90度的回转 然后可能房间是不是要有电动床 厕所 他的马桶 他的靠背 坐轮椅之后 他慢慢他可能就会影响到 他的脊椎 可能就会开始脊椎侧弯 所以他可能就要有侧支撑 都要一直评估这些东西 对所以下一台轮椅 他的这边就会都有挡板 侧挡板让他撑住 可能会怕他长太快什么的 要是一年就得换的话 其实真的很花钱 那现在政府两年有四项的补助 那这四项补助每个价钱不一样 有的只有一千块 有的人可能到两万多 物理治疗是根据这个补助的项目 然后让我们去做申请 然后核定下来说 你可以申请这个辅具的时候 那我们才去购买 虽然他们不能像一般人 又跑又跳又说话又唱歌 但是我真的看到他们非常认真的珍惜 每一天他们能够呼吸 能够活着的日子 我也很期望他们结婚生小孩 我爱你 爱你要怎么说 我爱你 爱让人有力量 爱使人得以穿越困顿 因为有你 所以我不孤单 因为有爱 让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爸爸拿刀子你不要靠近哦 爸爸这个要剖吗 这个呢 皮要剖啊 你们两个一个人一只鸡腿哦 哦 一只鸡腿鸡腿 姐姐那晚上会偷哭 她拿卫生纸 折了一叠在那边 放在枕头边 我哭的时候就拿起来一张茶这样茶 那妹妹是比较外放 就会一直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对小孩子来讲 把这些影响尽量缩减到最小 影响跟生活的开支缩减到最小 那去度过这段时间 曾经我们都碰过一段时间 那公司delay到薪水 我们三个人吃了两天的白美条 家福中心给我们的那个帮助蛮多的 就是在当时我的工作还在餐饮业 时间很长 服务业嘛 那家福中心除了自办的这个客户辅导之外 他们客户辅导并不是每天嘛 那他也帮我去找了很多民间的资源 比如说基金会的啦 或者是一些教会的啦 像这种客户的辅导这样子一个资源 其实对我们这种单亲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会办那种真的是 又可以兼顾到亲子 又可以兼顾到小朋友的兴趣 比如说做月饼小朋友做的满点就是面粉 做好就说这个要留给妈妈吃 我觉得这样子的意义大于实质金额上的意义 单亲家庭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吃喝拉撒睡 小朋友的这些照顾 再来就是经济的照顾 我觉得他们都有兼顾到 就是走下去 不单只是我走下去 小孩子走下去 我们想方设法支持你的家继续走下去 为了照顾家庭遭遍故的孩子 我们提供寄养家庭或安置教养机构 把门打开把爱放出来 经吃好饭 穿好烧 其他再说嘛 照顾的家庭就是小燕之家 因为是学龄前的小孩 我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说 除了就是生活保育老师之外 我觉得我也是身兼妈妈的角色 以一个女性的角色来揣摩当妈妈的心情 希望说我可以弥补他们的 就是原生家庭的不足 我是属于那种附带母子 那去补足他们心里面缺少的那一块 也很希望他们将来出去之后 有自己的人力改善他家里面的环境 我们一方面补充支持孩子原生家庭的不足 另一方面 在少子化的趋势下 也致力于营造友善的育儿环境 让人们能够安心做父母 怨生乐养 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爱与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支持儿童及少年成长所需 103年11月20日 我国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正式上路 将进一步促进儿童及少年的权益发展 另外为了响应联合国国际女童日 将每年10月11日定为台湾女孩日 让台湾的女孩们拥有更平等的自主发生权与发展环境 这童年间女生可能就想说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亮 可是我们就是选择这条路 因为我们就是都在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单是女孩子们要站出来 妇女们也要走出来 我们与地方及民间团体合作 为妇女打造平台 陪力妇女 使她们勇敢走出家门 开创自己的天地 甚至成为台湾进步的驱动力 譬如她 郝林尼博士 小时候因为在电视上看到阿姆斯壮登陆月球 激发她对太空科学的兴趣 赴美进修后 成为我国少数的女性太空科学家 回到台湾 她带领团队建立世界级的实验室 连国外学者都佩服 走出家门 走出象牙塔 女性朋友可以这样开始欣赏自己 打开视野 两位原来个性害羞 不敢上台的家庭主妇 自从参加了梦想馆的成长课程后 竟然能够上台教课了 从此多了一个身份 叫做老师 我是个孝心 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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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那年 一场车祸使亚婷右边肢体全部瘫痪 希望当美法师的梦碎了 为了让手动就做这些 因为手之前都抓得很紧 打不开 好痛 左边 我还是穿 穿 发现是穿 怕穿是穿 我穿了之后我都走不穿 五六年前都是想自杀 做这些东西做得很高兴 不要 我做这些东西 我不要想不开 鼓励妇女朋友来参与公共事务 她愿意去贡献自己 她是从一个树人变成一个讲师 从这个点 她是一个媒介 可是我无形中 我就陪立了一群妇女 就学一些就是 比较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然后可以再对家庭提升他们的意义这样 不要就是每天都是待在家里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我觉得蛮不错的 蛮有意义的 走出来 走出来就有希望 走出来就有意义 不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不论你在职还是退休 那个风吹吹 其实在动的时候 为什么会可以说 不是 跟年轻人一起上研究所 组织关怀老人团体 他是高龄87岁的林天发老爷爷 六十多岁退休后 被诊断罹患失智症 在灰心之余受邀为社区老人上课 没想到竟然因为参与社会服务 延缓脑部退化的速度 于是他号召了八位平均年龄73岁的长辈 组成团体 开始照顾十二位比他们年纪轻的老人 发展至今 已经有120位志工 关怀200多位独居老人 并且成立志工站 为当地年长者开启了另一扇窗 这一天一会儿 可以帮助人 这是提供缩死吧 所以我应该 更多付出 让老人快乐 你们自己也去做快乐 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写照 高龄社会已经来临 如何快乐健康的在地老化 乐龄学习 老的有活力 有尊严 现在就要开始做演不一样的 我们在全国各地 与社会福利团体合作 设置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希望长辈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 快乐健康地享受老年生活 并且补助民间团体办理长青学院 内容兼具教育性 运动性等 动静态多元课程 藉由据点服务及各式活动的推动 使老人能够活到老 学到老 就像这位打太极拳的翁爷爷 还能够跟年轻人一起跳街舞一般 伸手之矫健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爷爷这个年纪可不可以跳 我想跳 因为你们跳得很好 我想跟你们学 你们教我 现在这种年纪的老年人都不太会愿意 就是来学这么动态的舞蹈 可是爷爷还愿意来 就是活到了 学到了 就是让我们敬佩 身体老化是自然 但心却可以不老 我们设计各种活动 鼓励长辈正上舞台展现另一种风华 每年重阳节 我们登高一呼 邀请全国各地民间团体 带着可爱的阿公阿嬷参加表演 展现他们退而不休 多才多艺 活力四舍的一面 我们一方面鼓励长辈走出来参与社会 一方面引进民间资源投入 推广企业参与老人服务 健康老化 在地老化 智慧老化 活力老化 乐学老化 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确实得到 生活上的照顾 经济上的安全 以及精神上的安慰 享受平安 快乐健康的退休生活 生命时有缘缺 你的家或许没有那么完整 你的际遇或许没有那么幸运 我想减轻一点点你的负担 帮助你完成一点点平凡的心愿 失业 离婚 自杀率高 我已经得了两高 不能再得第三高 他每一天可以活着 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一个胜利组 他们很辛苦 从我发病 一直到现在都很辛苦 民国102年7月23日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成立了 我们以全人照顾为主轴 从儿童少年 妇女 老人 身心障碍 及家庭支持等五大层面落实政策 希望营造友善的育儿环境 保障儿童少年的福利与权益 建立妇女赔利机制 促进妇女公平发展 后职老人照顾量能 建构健康与尊严的高龄社会 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强化身心障碍者自力发展 如此便能够完善家庭支持体系 提升家庭照顾能量 让每个个体都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 是我们的责任 支持与健全家庭是我们的功能 创造幸福的社会是我们的愿景 社会及家庭署始终跟你在一起 把家画圆